而大人哥陳柏林則是揮別了深情型男 改當了大宅男 在新片《愛情無權順》伴仇演出 陳柏林精彩的演技吸引了不少粉絲支持 他自己也說 這次演宅男是入行以來最大的挑戰 大人哥化身大宅男 有臉痘痘 咪咪眼 藝人陳柏林為戲犧牲 在電影《愛情無權順》中 不計形象演出 拍戲期間 陳柏林每天都要花個三小時 把眼睛貼成單眼皮 那時候就一直都過敏 然後每天都要用CME洗眼鏡 每天好像不錯 真的不錯 放開了女孩的手 在戲裡 陳柏林邋遢的宅男模樣 被女主角陳奕涵極度厭惡 而且連經過的路人 也認不出眼前的宅男就是大人哥 陳柏林坦承宅男對他來說 是重贏以來最難揣摩的角色 這真的是從以前到現在 雖然拍過 雖然是最難的角色 因為我沒有一個參考 我沒有一個經驗數據 可以拿出來套用在這個角色身上 還有其中一場戲 也讓兩人拍得很辛苦 兩天才完成 臉上不小心沾到三秒焦 陳奕涵爆料 那時用晴雀潤滑劑做的效果 你做得好 做得好 我原來是刀子 我把你 喔 是喔 黑歪啊 黑歪 哈 比丑的還有他 哈 頂著金馬獎 最佳新人光環的郭書瑤 幾乎是素顏上陣 你一片真的滿酥的 就是比自己還更舒服一點 只是想講蠻醜的事 沒錯 沒有 但後來我也有妝啊 後來我幫她看 這個跟這個是 就去特殊妝 所以你有期待黃金比例嗎 這個跟這個弄了之後 全世界的如果我講過 算一千萬票要給整齊 因為真的好奇怪 即使扮醜 兩人的演技 依然受到不少影迷支持 上映11天 票房已經衝破兩千萬大關 導演賴俊宇曾經以周杰倫首部指導電影不能說的秘密 拿下金馬獎最佳特效 就回要用搞笑的敘事功力 攻略觀眾的心 優點TV陳語向黃金台北報導